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新票案 最近又在政坛掀起了波澜 因为在李宋大和解之后 宋楚瑜最近已经将当年提存法院的2.4亿领回 不过呢 马英九现在坚持 钱是国民党的 不能够私了 要宋楚瑜还钱 而人在上海的宋楚瑜也强硬的发出声明回呛说 他从来没想要私了 但是当记者再追问的时候 宋楚瑜却动怒了 他说不要把家里面的丑事带到外面来 2.4亿这个钱 主席你怎么处理 主席你怎么处理2.4亿的钱 开开心心到上海参加世博会 听到记者劈头追问新票案 宋楚瑜的火气都上来了 不要把台湾的这些丑事跑到外面来 大家做好不好 请国民党 丑事不可外扬 不过碍于社会观感 马英九下令公开讨债 坚持三不原则 不私了 不放水 不获悉尼 宋楚瑜则是以声明稿回籍 表示已经指派律师代表比对账目 从来没有想要私了 烙话要国民党24小时之内澄清 甚至还要国民党为10年前新票案 控告陈万水波及无辜道歉 不只马宋交锋 子弟兵也开杠 现在新票案案的这个2.4亿 应该是属于宋主席的 那假如是属于国民党的话 那宋主席就造成侵占了啊 那为什么他会被判无罪呢 那我相信说假如说国民党要认为说 这个2.4亿是属于国民党的钱的话 那国民党要提出证明啊 当时提出清偿提存的这个程序 就已经说明了这笔钱是属于国民党 那如果不是的话何必清偿提存 有这样子见解的人 那是不是他们应该提出举证 2.4亿归谁国卿各说各话 就连细出同门的昔日举银同袍也意见相作 所以这笔钱应该是属于国民党的 我想这笔钱最重要的原则 既然是受社会瞩目的一笔为数不小的巨款 当然不能够撕掉 孙先生已经补了税了 这个已经在补税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意涵 就是他是某一些款项是属于孙先生的 这个已经有法律的意涵 这个很清楚了 2000年宋楚瑜因为新票案 钱交代不清痛失总统大卫 10年后这笔钱的归属还是补萨撒 这2.4亿要回流到宋楚瑜的私人口袋 国卿恐怕还有得吵 明示新闻继续报道